澳洲发生重大车祸 打工度假三台人一港人丧命 备战2024侯友宜松口 面对挑战不惧怕 赖清德启动路战 相应世界地球日 美国将成立环境正义办公室 土城当铺十天前就曾挨枪 三名未成年嫌犯落网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4月22日的公示晚间新闻 我是黄佩涵 新北土城一间当铺被连开51枪 但在案发前十天 有嫌犯同样朝当铺铁门连开三枪示警 警方今天逮捕三名涉案少年 而新北接连传枪响 国民党谴责行政院长陈建仁谢泽 陈建仁强调有要求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 警政署也已经掌握幕后操纵者 改造冲锋枪扫射当铺 开枪少年被收容 现在又有最新画面流出 站在不远处似乎早知道会开枪 提前拿好手机录影 警方不排除有共犯 但在十天前 同间当铺早就被令组人马盯上 沿路奔跑一连开三枪警告 共犯一人开车一人坐副驾录影 甚至还高调PO上网 远警事后一度没作为遭质疑吃案 警方解释当时没有报案记录 但在巡线追查后 22号陆续把三人逮捕 全部都是未成年 走路一搏一搏 他是开枪的朱姓少年 年纪只有15岁 自称红人会成员 不满朋友女友被当铺业者搭讪 或同两名少年 10号凌晨4点多 前往新北市土城 吃空气枪开枪 不过这反攻词 警方仍存疑 除了10号这起案件外 新北市后续再有两拨街头开枪 疑似黑道利益乔布龙 都跟帮派寻仇有关联 新北治安亮红灯 立法院国民党团 22号就召开记者会 谴责行政院长陈建仁谢责 陈建仁 不要当局外人 出来统合 华务部 内政部 数位部 统合起来 全力打击犯罪 我在第一十点上 就已经要求 警政署务必要与地方 一起合作 通力来做好 这个扫黑的工作 陈建仁回应 警政署已经掌握幕后操纵者 警政署长黄明昭也表示 党铺召开五十一枪 是帮派纠纷导致 更强调治安好坏 不该以个案做定论 记者 国民党北市 第七选区的立委提名 采取三成党员投票 加上七成民调计算 北市议员 徐晓星获得百分之五十亿的支持度 确定获取党中央提名参选 其中在党员投票的部分 是仅以一票之差 陷胜对手费洪泰 而民进党的台东立委出选 明道结果也公布了 赖昆成以超过百分之四十五的支持度 打败现任立委 刘兆豪 向镜头回首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二十二号一早就前往投票 来迎立委出选 费心大战 直到最后一刻战火都在持续烧 徐晓星控诉 有李长替同党对手 费洪泰包车在党员投票 多项资料认定 他是费洪泰的助选员 尽管李长澄清是协调公车加开 显然徐晓星不买单 直说费洪泰违反党章 涉嫌汇选 面对指控费洪泰反批造谣抹黑 正在考虑提告 而北市第七选区 南营立委提名 最终的初选结果出炉 徐晓星要在南松山跟新一区 来代表我们中国民党 来打赢这一局的选战 在国民党方面我们也有自信 可以整合两方面 经由采取三成党员投票 加上七成民调计算 徐晓星获得百分之五十一的支持度 其中在党员投票 他获得七百六十三票 仅以一票之差 显胜废宏泰 将披上蓝袍 出在信义南松山立委选举 而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履锦卢则说 谁胜谁负 相信两人不会有意见 把炮口一致对外 对决绿赢 变书华 奉鞭炮庆祝 前立委赖昆成喜悦写在脸上 刚从民进党台东立委初选胜出 打败同党的现任立委 刘兆豪 阻断对手的连任之路 民调结果显示 赖昆成已超过百分之四十五的支持度 胜过刘昭豪的百分之三十七 有机会重返国会 除了感谢支持者相挺 更坚信这是台东人的真正名义 而刘昭豪落马后 也发出声明表示 结果不如预期感到意外 但仍旧表示尊重 记者 被战二零二四 新北市长侯友仪出访新加坡 上午受访时被问到 如果明天就被国民党征召 是否会答应 侯友仪明确回应 面对所有挑战毫无惧怕 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启动陆战 周六行程满党台南跑透透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持续访美行程 表示三境AIT总部 拜会美国官员 该见的都见到了 积极争取国民党征召的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也展开全台情谊之旅 首战就在新竹举行 如果明天就宣布 正当你会说 野赛度 面对所有的挑战 我毫无惧怕 如果明天就被国民党征召 是否会答应 先被市长侯友仪明确回应 面对所有挑战 毫无惧怕 只要为国家 为人民 这都是他该做的事情 肩负更多责任 是只接受国民党征召吗 昨天朱主席说征召的时间 会比之前更早 党友党的规划跟节奏 我都要给予尊重 胡友仪出访新加坡 新国媒体形容 胡友仪这次出访 是从地方走向中央执政 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将角逐2024总统大位 启动陆战 本命区台南市 也成为重要关键 周六形成满党 台南跑偷偷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美东时间21日上午 前往双向元会见 驻美代表萧美琴 柯文哲一行人抵达时 萧美琴亲自迎接 和柯文哲握手致意 华佛行三进AIT总部 拜会美国官员 柯文哲表示 是该见的都见了 由于萧美琴被外界视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可能的副手人选 媒体好奇 两人有没有谈到 未来变竞争对手的可能 柯文哲对此表示 两人没谈这个 积极争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征召的鸿海集团 创办人郭台铭也展开全台行业之旅 首站就在新竹举行 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油价原物料成本上涨的影响 今年有多家的客运业者 是纷纷调涨票价 大约十五年没涨价的 骨光客运 如今也撑不住了 决定全面调涨中长途及 短途通勤的票价 目前已经送减合备 对此台北区监力所表示 只要调涨价格不超过 核定票价的上限 都尊重业者的起立 民众在镇内等待要搭乘的测次 受到油价原物料等成本上涨影响 今年包含基隆客运等 业者纷纷涨价 约十五年没调整票价的 国光客运 如今也挺不住 决定全面调涨中长途及 短途通勤路线票价 目前已将调涨文件送出盒备 基本公司也提升了 油价也提升了 零组件车体打造都提升 没有办法经得起长期的亏损 所以这个势必要转嫁了 我们也不肯期待说 政府全部来帮我们补助 核定上限里面的调整 这些都是业者的权利 我们就审查他调整的 是不是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 那基本上业者的权利 我们都会尊重 国光客运表示 短途通勤票价 本就接近核定票价上限 实际调涨金额约一到两元 而中长途票价 虽跟核定票价上限较有差距 调涨空间大 但为维持与高铁台铁 等其他大众运输的竞争力 调幅将不超过一成 乘客认为不影响搭乘意愿 乘客陆续上车 虽是周末 但高雄到台中的班次 却未满座 客运业先是受疫情重创 接着又面临多重成本 不断上涨 如今疫情趋缓 搭乘人次 却尚未恢复疫情前水准 业者也盼着未来 两岸旅游恢复后 能对客运或观光业 有所注意 记者 水准备有大量群聚 不过中华民国银鸟学会指出 仍存在隐忧 包括南部缺水与沿海开发光电 气力改变让他们的分布出现了变化 陈群黑皮在湿地觅食 他们造访台湾的数量再增加 根据香港官僚会最新报告 今年全球黑皮渡冬数量 在创新高达6603只 在台湾进入到4228只 而全球增加441只 台湾占超过9成 台湾市黑皮最重要的渡冬期地 以台南数量最多 其次为嘉义高雄 而沼水溪口又成为新热区的潜力 增加200多只 数量在创历史记录 但存在隐忧 今年南部干旱既有盐田跟余温故意干燥 使黑皮要另觅气地分布更分散 让调查员搜寻食变得更加困难 而新南沿海广设太阳能板 虽然黑皮数量没有减少 但观察到分布有变化 专家忧虑天然气地减损的可能冲击 如果说余温减少或是盐田减少 或是沿海的一些天然气地减少 其实都有可能会去压缩它的生存空间 气地不能再减损 吕亦为认为数字增加固然是好事 但不能太乐观 黑皮数量增加 气地并没有增加 也不保证明后年或将来还能维持 而资料也显示 本年度发现肉毒感菌中毒 或体弱的黑皮数量比往年增加 显示气候变迁与气地现况 皆带给此冰为物种持续的考验 记者林金梅谢麒文台北报导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环保署也选在今天进行气候变迁署 筹备处接牌 新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踏出关键一步 针对环团要求碳费征收 应达到一顿五百元 署长张子敬认为 寒假容易让企业转嫁成本 会设计让企业愿意 实质减碳的制度 行政院长陈建仁 与环保署长张子敬等官员 站在环保署前 一起拉下红布 正式为气候变迁筹备处接牌 国内要达成2050禁令牌放 路径战略皆已公布 接下来得开工了 气候变迁因应法已经公布 接下来要制定此法 现有人力只有48人 设筹备处先增补至84人 真正要补足人力 则要等到完成族改成立环境部 征收碳费是重要业务之一 署长张子敬表示 需要明年上半年完成制定费率 但环团喊出一顿征收300 甚至500元 张署长认为碳费非财政工具 收钱不是重点 引导业者减碳才是 422世界地球日行政机关 启动气候变迁行动的第一步 而总统在地球日或前后 接见环团的惯例 则连续两年被蔡文文总统打破 也曾遭批评不与环团 面对面沟通的张署长 则重申敞开大门 记者林介面谢麒文台北报导 在世界地球日前夕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环境保护行政命令 未来两年将成立环境正义办公室 同时也宣布捐助 10亿美元的气候基金 提供发展中的国家 开发干净能源 英国环团则发起示威 呼吁政府重视科学证据 制定积极的气候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二十一号 在白宫草坪宣布签署 环境正义行政命令 从联邦到各州以及地方社区 落实环境保护和管理 环境正义行政命令 在一九九四年 科林顿时期就签署过 拜登提出进阶的版本 计划在两年内 成立环境正义办公室 落实联邦到地方的纵向联系 预定在下周宣布 参选连任的拜登 接连提出了气候变迁 以及环境对策 二十号在气候能源 主要经济体论坛 宣布加码提供十亿美元 给国际绿色气候基金 代表复国宣示 协助发展中国家 进行干净能源开发 以及基础建设的强化 在英国经常采取激烈 抗争手段的反抗灭绝 气候倡议团体 在地球日前夕改变的做法 二十一号和其他组织 发起了为期四天的和平示威 他们贸雨聚集在国会外 批评政府漠视科学证据 对于气候问题毫无作为 地球暖化引发的气候灾厄 南美洲秘鲁的萨满巫师 也感同身受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巫师 以及民俗疗法专家 二十一号聚集在首都利马郊区 举行联合部落仪式 巫师拿出各自的代表神器 以及祭品进行祈福的仪式 祈求地球母亲息怒 化解人类的灾厄 公司新闻章数分辨译 全球穆斯林结束摘戒月 在二十一日迎接开摘节的到来 由于今年是疫情解封后 第一个开摘节 各地的穆斯林都沉浸在 久违的欢乐气氛里 爆发内战的苏丹 宣布开摘节停火七十二小时 但首都克土木 仍不时传出枪响 民众想尽办法逃离 开摘节第一天 苏丹首都克土木市区一片寂寥 到处可看到民众带着行李走路或开车 想赶紧离开烟箱味浓厚的地方 苏丹军方分裂的两个军事阵营 引爆的冲突持续了一周 死亡人数攀升超过四百人 三千多人受伤 军方宣布开摘节停火七十二个小时 但是克土木仍强声打坐 无处可去的民众只能躲在家里 开摘节欢乐的家庭团聚活动 被迫停止 在其他的穆斯林世界 二十一号开始迎来 疫后解封第一个恢复正常的开摘节 二零二二年世界杯足球赛 广场之一的卡达教育城体育馆 成了开摘节的活动场地 预估高达一万五千名穆斯林 出席了开摘活动 在印度 好几百名穆斯林在境内最大的 甲马清真寺度过了开摘节 拥有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印尼 二十二号在雅加达的阿兹哈清真寺 举行成礼会 好几千人涌入现场 而三大宗教圣地的耶路撒冷 大批穆斯林也聚集在爱格萨清真寺 参加驻岛的仪式 阿拉伯太空人尼亚迪在国际太空站 录制了开摘节祝福 影片中的尼亚迪处于无重力的状态 身旁还有一只玩偶 他打趣地说两个人为了开摘节 而换上最正式的服装 公司新闻章数分编译 开摘节是印尼穆斯林重要的节日之一 相当于华人的农历新年 根据劳动部统计 印尼籍移工在台人数超过二十五万人 随着台海局势升温 传出印尼日前有拟定 紧急应变撤侨计划 但在台多数的印尼人表示 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官方撤侨消息 所有人下跪敬拜祈祷 气氛肃肃穆庄严 开摘节是印尼穆斯林重要的节日之一 相当于华人的农历新年 欧美国家的圣诞节 透过摘节祈祷等各种方式 行善赐福 亲民互道 摘月快乐 挥别疫情阴霾 迎接穆斯林年度盛大庆典 根据劳动部统计 印尼籍移工在台人数超过二十万人 随着台海局势升温 先请印尼外交部官员表示 正在拟定紧急应变计划 包括如何从台湾及周边国家 撤离印尼公民 也将继续关注台湾事态发展 这种情况是很像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人们在做的工作 在调整的工作 只是在调整的政府 但这真的不影响我们 我们来自民党的 我真的不觉得 我在危险中的地方 他们在调整的调整 因为有很多消息 在调整的情况下 多數在臺印尼人也進一步表示 雖然有從印尼當地新聞媒體上 得知政府有擬定緊急應變計畫等相關訊息 但截至目前並沒有具體接受到任何官方撤草的消息 記者話慢朋友左 泰寶島 近日連兩起黑幫街頭槍擊案 傳出與毒品糾紛有關 警方也持續掃蕩幫派可疑販毒據點 除了查獲彩虹煙 還有含有大麻成分的飛行者巧克力 毒性比大麻鹽更強烈 將繼續追查其來源 拿著鐵敲破門衝進房間內 大喊警察不要動 宜蘭警方近期針對竹聯邦紅人會可疑的販毒據點 進行掃蕩 共查獲多種新興毒品 咖啡包一百七十三包極彩虹煙 到KTV包廂逐一盤問 宜蘭警方跟在仲維鄉某KTV據點 查獲毒品通氣犯一名 毒品凱他命及含有大麻成分的飛行巧克力 相當罕見 大批警力出動 出手當KTV 也進行入檢盤查 會有如此大動作 原因是宜蘭與台北警方在綜維鄉查獲市值禁議員的毒品喵喵制毒工廠後 外船種下竹聯邦紅人會與華三邦衝突獲根 彼此開槍報復讓自然亮起紅燈 對於是否因查獲制毒工廠 導致雙北黑幫開槍衝突 宜蘭警方說 目前兩岸上找不到關聯性 人帶持續釐清 將持續強化各項掃黑及氣毒工作 斷絕黑幫不法晶圓 還給民眾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 記者林靜蘭以南報導 受到美洲貿易戰影響 台商近年紛紛回流設廠 經濟部在高雄岡山規劃北高雄產業園區 上午正式動土 但四月電價上漲 加上南部近年水情不佳 是否將影響廠商投資 經濟部及高市府聯盟掛保證 水電絕對不是問題 今年美中貿易戰 讓不少台商紛紛回流台灣設廠 用地需求大增 經濟部在高雄岡山規劃 約42公頃的北高雄產業園區 希望結合鄰近的岡山本州工業區 陸竹科學園區 形成完整的產業聚落 在未來也可以創造 大概年產值有128億左右的這個年產值 增加2400個就業機會 產起第一產土 經濟部長王美花22號特別南下 參與北高產業園區的東土典禮 面對台積電在法說會提到 電價上漲對毛利率的衝擊 加上南部近年水情不佳 是否將影響廠商投資意願 王美花表示台灣電價在國際上 仍相當有競爭力 以台灣的電價來講在國際上 還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所以我想台灣對整個投資環境 還是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投資環境 我們都會做好相關的服務 工業局其實是被廠商追著跑 也希望說能夠加速的這個開發 所以水不是問題 電不是問題 經濟部及高市府為用水用電問題掛保證 另外由於用地周邊過去有淹水問題 加上園區對外目前多是較狹窄的產業道路 屆時恐怕不服使用影響行車安全 陳其邁強調周邊治水及連外交通 都已著手進行改善 絕對不會影響廠商進駐 記者 陳煥與陳賢坤高雄報導 一群大一學生與中學生組成團隊 提出108課綱觀察報告 高達七成以上的填達者是認為 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只是為了升學 學黨的美意 被考招制度耽誤 此外還有高達七成的學生 希望分科測驗能加考國營 108課綱上路後 高中生被期待透過學習歷程檔案 進行多元探索展現自身特色 不過學生組成的ad use 綜合簽份問卷超過時常訪談 提出2023年度108課綱觀察報告指出 高達七成填達者 人透過學習歷程檔案 是否明確對應目標校寫 來評價自己的學習歷程檔案 製作學檔只為升學 學黨美意被考招制度耽誤 而新課綱強調自主學習 百分之五十學生想不到主題 百分之四十六學生認為學校安排時間不夠 百分之三十九不知如何撰寫計畫書 百分之三十一找不到相對應可利用資源 考招方面高達七成的學生 希望分科測驗加考國文和英文 對學生連兩年自發提出報告 並且提出建議 出席活動的教育部與國教院代表 皆表示肯定會繼續聽取學生意見 高教師更強調持續與考招單位延商 精進配套讓學生升學更為平順 記者李小慧林志堅 臺北報導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溫度資料 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度 最高溫來到二十五度 中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度 最高溫來到三十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度 最高溫來到三十一度 外島地區最低溫十七度 最高溫來到二十七度 再關心明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竹苗中部雲家南高坪都是普通等級 西蘭馬祖 金門澎湖 普通等級 華東 良好等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